都说发型是男人的第二张脸 明星也不例外 虽然说明星的长相肯定是较为优越的 一般的发型都能驾驭得了 毕竟五官和脸型都是没得挑的 但也有一些人他们长相比较有特点 发型做得好那就是放大优点 反之亦然 做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造型 伤害程度不亚于穿了一套不适合自己的丑衣服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同样的龙须刘海 不同的男明星做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吧 1.谭剑刺 长相思 说起今年夏天的热播剧 长相思必定榜上有名 古偶剧向来是眼粉们的天堂 观众们也一向对古装剧的男女主颜值要求很高 毕竟很多发型不是一般的长相可以驾驭得了的 在长相思开播之前 观众们就对谭剑刺的发型有很大的好奇心 它的装造是角色里最不容易还原的 但让人感到惊喜的是 谭剑刺在剧中身着白衣 尖僻银发 他戴着面具一出场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神秘男子的身上 没有氛围感和特效加持 只是凭借他的一张帅脸和潇洒的气质 就连最容易出错的龙须刘海 在他这里都显得那样的相得一张 随着镜头拉近 丝合的特效让面具逐渐散去 谭剑刺的真容逐渐展现在观众眼前 在风和运镜的加持下 他的帅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的 这也难怪造型师会在他这里大胆使用龙须造型 这样一个五官立体面部平整度高的大帅哥 就要挑战一些难度高的发型 而且龙须刘海随风飘摇 也使得整个人的气质多了几分潇洒随意 二 邓维 长相思 不得不说长相思的导演审美还是非常在线的 并且选择的演员都是符合主流审美的相貌 邓维作为最近国偶剧男演员的兴起之秀 在《长月记名》中就有着不错的表现 虽然在剧中是配角 但他的样貌完全不被任何人忽略 和男主罗云戏是不太相同的风格 如今在长相思中饰演徒山景的邓维表现更是让人惊喜 不仅演技有了显著提高 剧中的装造也是非常适合他本人 他和谭剑刺都是龙须刘海 但两个人却不一样的感觉 谭剑刺的龙须刘海给他的角色增添了神秘感和清冷的气质 而邓维的龙须刘海给他的角色增添了几分琉璃感和儒雅的气质 随着剧和角色的热度增长 关于邓维的词条也多了起来 前几天就有一个邓维撞脸肖战的词条登上热搜 其实很久以前关于两人撞脸的词条就层出不穷 单看好像某些五官特征有些相似 但长得好看的人总是相似的 这样觉得倒也正常 把两个人的照片拼在一起对比 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毫不相关 有人说这是某一家工作室故意引流制造流量 也有人说这是粉丝故意引战 但不管怎么说 两个人都是古装美男 多拍一些好剧让观众大饱眼福总是没错的 只要把心思放在正道上 才能在这条路走得更长久 而说到肖战 那就不得不提那部让他一战成名的影视剧 《陈情令》了 这部剧的火爆程度至今还是很难被超越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魏无羡 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原著 不管是书粉还是观众 都对他这个角色称赞有加 而他之所以能够一炮走红 靠的也不光是他自己的长相 更多的还是他细腻的演技和独特的少年气 龙须刘海也将魏无羡这个角色的随意潇洒 和意气风发展现的淋漓尽致 搭配上肖战优越的五官真是让人不爱都难 其实有没有龙须刘海对肖战本人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毕竟脸在江山寨 但不得不说的是 正是因为额前的两缕龙须刘海 藏肖战饰演的魏无羡有那么高的还原度 如果没有龙须刘海 未免会让肖战看起来过于硬朗 和书中那个爱撒娇的性格有时偏颇 加上龙须刘海后 会使整个人看起来柔和一些 尤其是在枯息时 更能起到一个礼花待遇惹人恋爱的作用 4.罗云熙 香蜜沉沉静如霜 当然提到龙须刘海 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小玉仙观 罗云熙在香蜜沉沉静如霜中饰演的润玉 既温润如雅又仙气飘飘 俘获了许多观众的芳心 那时候的龙须刘海还没有多少人吐槽 而罗云熙在剧中装扮更是帅出了新高度 没有人觉得龙须刘海在她身上很丑 虽然人不行不能怪路不平 无关出众的人就是搭配什么样的发型都好看 从香蜜沉沉静如霜之后 罗云熙也被更多的导演看到 借到了不少古装戏的剧本 在《长月静明》开播之前就有路透图传出 罗云熙在剧中依旧是龙须刘海 依然是帅得让人拍案叫绝 不过虽然在《长月静明》中她看起来太过虚弱 但脸依旧十分浓纳的 剧中的远景和钟景的镜头拍她 帅气还是不减当年 五 古天乐 神雕侠侣 其实龙须刘海很早就在剧中出现过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个神仙打架的时期 自称平平无奇的古天乐 就在剧中有过这样的打扮 她饰演的是老版神雕侠侣中的杨过 《时至今日》也依旧堪称经典 还没有能演出超过她这一版的杨过 在剧中古天乐有类似摘面具的镜头 没有特效加持 全靠她的帅气支撑 面具摘下的同时 古天乐的脸一露出来 整个画面都看起来亮了不少 除了帅气 倒让人过目不忘的脸棚之外 龙须刘海也是杨过的标识之一 杨过本身的性格就是随意洒脱 在龙须刘海的映衬下 显得这个角色更加洒脱风流 在古天乐饰演的杨过播出之前 还曾遭到过观众的抵制 原著作者金庸先生也称 古天乐长得太帅 演不出杨过身上的气质 谁知播出之后 古天乐竟成为了最经典的那一版本 他将杨过这个角色饰演的非常到位 既帅的出众又演的精湛 这样的经典实在是难以超越 6.焦恩俊 小李飞刀 除了古天乐之外 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位古装美男子 他的形象同样深入人心 作为标准浓颜戏帅哥 焦恩俊的浓眉大眼极具特色 古装扮相也本身就是非常挑岩石的造型 龙须刘海更是没有多少人能驾驭得了 而焦恩俊在小李飞刀中不仅留着龙须刘海 甚至还是卷发版的龙须刘海竟然毫无为何感 卷发版的龙须刘海让焦恩俊的气质增添了一些阴柔感 使他和这个角色的适配度提高了不少 前段时间朱一龙出演的电影《消失的他上映》 在网上的讨论多很高 不仅题材贴紧现实 演员的演技也都非常没得挑 谁都没想到平日里那么温柔儒雅的朱一龙 演起这种拉里拉他的角色 竟然也是这么的恰如其分 毕竟他在镇魂中扮相实在太帅了 太深入人心了 和丹剑刺一样 朱一龙的扮相同样也是影发白衣 但两人的气质却完全不同 谈见词让人看起来有些伶俐 而朱一龙却更加俊秀一点 这也是因为镇魂中这个角色 三十多岁的朱一龙终于让观众们看到了自己 流量和人气都暴涨 迎来了事业的上升期 好看的人在哪都好看 这句话真不假 像朱一龙这样可以驾驭各种角色的演员 现在也实属不多见了 不仅需要长得帅 更需要演技好 只有两者都有才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但正好的是朱一龙全都有 烟影人生大事让观众看到了 和以往一幕形象完全不同的朱一龙 而消失的他则是朱一龙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暑期党斩获票房三十多亿 是可以和春节党并驾齐驱的程度 我们也看出来朱一龙极力想要转型的决心 现在的娱乐圈太过浮躁 像朱一龙这样安分守己的演员实在太少了 希望朱一龙的戏录越来越广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优质作品 8. 吴磊 斗魄苍穹 说到新生代实力拍的演员 吴磊必定榜上有名 作为观众从小看大的明星 吴磊的观众员还是十分不错的 并且长大之后的他简直就是小时候的放大版 只不过是比之前多了些男孩的硬朗 长相帅气的吴磊 同样也在剧中有过龙须刘海的造型 2018年 著名玄幻小说《斗魄苍穹》 被翻拍成影视剧 吴磊在剧中就有着精彩的表现 身着衣袭蓝衣铁甲显得沉稳有气场 而面具外的两缕龙须刘海 则使他看起来依旧少年感失足 不得不说吴磊能够作为同情出道是有原因的 这样一张俊俏的脸 谁见了都得多看两眼 而且他还是年轻演员中较为有实力的那一派 和其他流量小声的演技有着鲜明的对比